今天日月光社排废水道后定期一案 高雄地院宣判 厂长苏丙硕等4人 获判1年4月到1年10月不等有期徒刑 均获得缓刑 另外工程师何登阳无罪 日月光公司则遭罚薪台币300万元 另一位爆料中共国台办的直属国营企业九州公司 当年拍摄故宫纪录片 在央视播映时已经侵权 没想到后来还出书 做成手机APP公开贩售 但台北故宫却完全没有提告 故宫回应已经和提供影像的中介公司 台湾得意传播进行法律程序 百名华龙自救会成员 周一上午突袭占领劳动部一楼大厅 高举不调要求全额领取退休金 劳动部则说 华龙债权银行已同意捐出4.26亿元 支付华龙员工退休金与资钱费 这笔小龙包餐厅顶太风 遭到中国游客尿洒餐厅 现在又有民众目睹 台北101的美食街 也有中国游客让小孩站在桌边 用玻璃杯便逆 但因为尿量太多撒了一地 101表示未来会加强巡逻 新台电视真理报道 新台电视真理报道